我跟你講 我就知道你們要問這個 第一點我要講的是 這個人票本來就是一個投資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量力而為 坦白講 就像我們公關長講的 其實我衣帳都沒有賣 其實我們公司在開公司 我們也不是要去炒股票 因為這是不健康的 我們會想要上市上櫃 都是為了我們公司的長遠發展 也給想要投資的人有一個管道 他可以投資進來我們的公司 所以我覺得 當然啦 我有你講的很多所謂的什麼K粉 什麼心粉 當然 我也不希望他們受傷 我的原則是希望大家量力而為 那至於價錢 其實是一個公開市場的 meeting 公司也完全不會涉入 也不應該涉入 那基本上這次這個風波 我覺得 實在是對啦 也造成某些人一些困擾 不過我想 我站在公司的立場上 我們也不方便講什麼 我們還是重申啊 要把這個當作是一種同資的行為 不要去炒作 因為炒作不會長久 那對心語也不是最好事 你如果今天是心粉或是K粉 我們就不要去炒它 公司有一定的價值 它存在的價值 我們是應該要 它存在價值 以長遠投資的眼光 來做投資買股 我比較希望看到這樣子 那我想當然有些人說 那我套牢了怎麼辦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怎麼辦 我覺得 畢竟我們是一個新創公司嘛 剛開始 其實還有很多機會 你可以解套的 也不用急一死 那有些人說什麼 自救會 我覺得也代表有利 要自救什麼 對不對 決定也是自己做的 那東西也已經到手了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心理的先行還是非常好 雖然 因為這兩年的這個疫情打擊上 我們有些東西 像禁止什麼的 是比較差一點的 可是我們也一直在改善 我們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 為什麼最近我們有提爭執的事情 很多人說 還可以懂你這個 你很厲害 有人說 神操作 可以懂學壞了 好的時候就隨便爭執啊 會想好 你要想看一家公司要政治 不是 今天不是在打撲克牌 我看你掌握就政治喔 政治要經過董事會 也要成員的規劃 其實這個政治計畫 我們在去年 就已經都明定好了 只是說剛好就在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本身就預定 六月份要政治嘛 那政治的目的也是為了 就是戶續接三五名信心 要陸續引進的問題 這個佩爾信心引進的時程 所以才會在這個節骨眼 宣布要爭資 並不是因為他跑到幾塊錢 所以我們趕快來 其實股價太高 對我們爭資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可能會失去 很多potential的投資者 你吵那麼高 人家也不會怕啊 所以基本上我沒有高興 所以你們媒體沒有在做文章 你們每次都把他寫成說 哇卡董很厲害 我沒有很厲害 我很厲害 我今天就不會坐在這邊 跟你講這些的人 所以我還是一句話啦 當然針對我的支持我們信義的人呢 我第一個非常的感謝 那當然我現在認為有點受點傷 那我也覺得很抱歉 當然這不是我的罪過 可是我也不希望看到他們受傷 我還是一句話 投資要料理而為 好不好 那真的不要勉強 而且我們真的 站在公司的立場 我們是希望 有真的想要投資我們的人在進來 不要把信仁 要當作一個炒作的標題 因為這樣子就傷害到心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外面有更適合你去炒作的標題去炒作 所以呢 在這邊 透過你們的管道 大家都很想知道我要講什麼 那今天透過這個管道 我還是要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希望會達到你想要的問題 這樣可以嗎